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集给大家播讲《晚餐美国史》 我们接着来讲近代中美之间的交流 上次我们说到以李提莫泰作为领导者的广学会 他们就采用了一种办法,让各省的拆会的传交士们 向所有聚集在省会决出三年一次的决认考试的学子们 免费发放广学会的著版品 那么中国方面的资料证明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看为何梁启超在他们的回录里 都把他们的改革思想的起源回溯到某些西方书籍的影响 这些书籍是他们参加会是失败之后 在返回家乡的途中获得的 尽管梁启超非常谨慎地避免提到源自基督教的书籍 那么在1884年到1894年时间间 曾经六次参加过北京和湖南的会试和乡试都失败了谭兹同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经常与他同时代的人探讨西学 由于这些著作出版的时代过早 因其强烈的宗教特色 在1894年之前 这些作品在文人学史中并没有流行开 梁启超在1890年底 遇见康尔维之前 并没有受到多少传交士的影响 谭兹同也继续他的传统思路 把西方认为是略等的野蛮文化 而且因为这些西方的基督文献 它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所以还出现了一些反面作用 导致李提摩泰在1891年传交士大会上 就提到了那些尖刻亵渎的湖南的反教小册子的产生 而这些反教小册子呢 是由中国的时辰文人 直接仿效传教士的小册子 而制作的反宣传的小册子 那么西方传教士们 根据他们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 就改进了他们的传教工作 他们开始学会如何去淡化 其宗教内容 或者掩饰其直接意图 来适应中国本土的思维模式 而广学会的建立呢 就体现了这个原则 并且在他的机关报 万国公报里得到了名证 1868年9月初 林乐芝他就创办了一份 基督教色彩很浓厚的周刊教会新闻 这份周刊的对象 大多是各基督教的教堂 发行量比较小 并且在1872年停刊 然而林乐芝他已经意识到 一份世俗报纸 反而可能有比较大的成效 正像当时很多的传教士一样 他把西方的科学和物质进步 连同基督教在一起 作为传播目标 1875年 这份中文名字叫做 万国公报的世俗刊物就诞生了 林乐芝在这个刊物里 不断地增加新闻报道的比例 包括摘录北京的政府公报的内容 中外新闻也在报道之列 按照地区分门别类的予以刊登 形式上呢 也注意要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另外1876年增加了一份科学杂志 叫做《意志新报》 有时也被称之为 中国宗教与科学杂录 万国公报是在1883年到1889年停刊的 1889年又复刊 改为月刊 由广学会赞助出版 复刊之后呢 这个刊物的内容较之前更为的丰富 他只在向中国的上层的官身和知识分子 灌输西方文明的正确观念 向他们宣扬基督教 那么万国公报的名气就越来越大 在中国全国 甚至发行到了海外 康尔维呢 在他的自传里就回忆说 他是在光绪九年 也就是1883年 买了几册万国公报 来加强对西方事务的认知 这是康尔维在他的自传里 提名的唯一的一本 西方读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万国公报 对于康尔维的思想 还是产生了不小影响 广学会另外一位 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家 是传教士 华志安博士 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 颇有造诣 发表了大量的德文 英文和中文作品 1890年 传教士大会 就邀请华志安 让他从基督教徒的视角 就中国的古典文学 撰写评论文章 华志安呢 就写了一本 关于文明的大舖头的著作 中文的书名叫做 自西至东 在这本书里呢 他把中国文明 与基督教文明 从各方面进行了比较 内容上至古典知识 正统历史编短学 到哲学学派 下至赌博 西鸦片和扼杀婴儿 这本书呢 在香港首次出版 后来由广学会再版 发行量非常的大 从1892年到1893年 李提摩泰呢 就开始翻译 麦肯齐的十九世纪史 1894年完成 正好这个时候是 中日家务战争 中国惨败之前 在导演里 李提摩泰就提出了 这样的问题 在过去60年里 是什么 导致了中国屡次 对外战争的失败 赔款和蒙受吃辱 那么他的回答是 上帝正在用铁路 轮船和电报 打破所有国家之间的界限 目的是让所有人 像一个家庭中的兄弟一样 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之中 但是满洲人 自始就决定阻止这种交流 不断地设置障碍 因此与其说 他们反对外国人 不如说他们反对上帝 这个全世界的主宰 中国人屡次蒙受屈辱 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因此 如果这种 对世界的敌对态度 是中国失败的原因 那么他就应该改变自己 以善意和有爱的面目出现 这样才能使中国 立于世界大国之邻 那么从李提摩泰的这番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基督教传教士 他把工业文明的进步 和尊重信仰结合在了一起 而这种奇异的混合呢 也是19世纪90年代 康有为和谭自同 这些维新派人士 他们阐述里的一个特征 康有为的大同书 谭自同的人学 将这种世界主义的理论 推进到了极端 谭自同呢 在人学的资数中 宣称他的目的 就是要摧毁 通往世界大同之路上的 所有障碍物 而在大同世界里 所有人都应该像兄弟一样 生活在和平与互惠之中 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就为西方的传调士们 提供了一个向中国政界要人 和世身文人 施加其意识形态影响的空前的机会 在这场战争之前的数年 李提摩泰和林乐枝 一直就对中国的落后 和日本的快速发展提出过忠告 并且警告说 中国试图与外国开仗 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这场战争呢 恰恰应验了他们的预言 让他们可以更加全面地 阐释自己的观点 万光公报就是在这个时候 影响倍增的 他发表了林乐枝 就中日战争所撰写的报告和文章 这就引起了中国政界要人的注意 也导致了世身文人的关注 而为了回应他们的需要 广学会把这些文章集中在一起 以书的形式出版 书名叫做《中东战绩本末》 那么在1896年到1897年间 先后印发了几个版本 林乐枝呢 在这本书里 加了几张新的内容 比如论日本的教育进步 以及多篇论集到 《中国必须改革》的文章 他重申先前的警告 和对战争灾难的 细数作为前沿 康尔维呢 在他的《万言书》里 和他的《回忆录》里 大量引证了 李提摩泰的观点 和广学会的其他的出版物 特别是议论 他国改革经验的小册子 而这些小册子的内容 涉及到日本的明治天皇 和俄国的彼得大帝 这是康尔维倡导维新 所做的准备功夫 那么这个时候呢 基督教文献 和非基督教文献的分界线 就被打破了 李提摩泰后来回忆说 中国舆论坚决抵制 基督教著述 长达80年 事实上基督教的小册子 被中国人用来制成写礼 其大多数的宣传册子的 最终命运 与其他包含汉字的报纸一起 都被收集到了庙语中 进行焚毁 中国书商无论如何 都拒绝出售任何 有关基督教的书籍 认为这种交易 是对国家的不忠 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 然而1895年 麦肯齐的19世纪史 和广学会的 其他书籍出版之后 中国书商的观念 大为改变 李提摩泰接着就描述了 中国书商 如何通过出售 和倒映广学会的出版物 来牟利 林乐枝的秘书 万国公报的中文编辑 蔡尔康 在广学会 1898年的年度报告里 也证实 1893年 出售广学会出版物的收入 大约是800美金 到了1898年 上升到了 18000多美金 然而传教士们 还是过高地估计了 他们对于 维新运动的影响 1923年 为了庆祝广学会 从事出版事业 36周年 而出版的纪念号上 所刊发的一篇文章 认为广学会的出版物 是当时中国人 获取现代知识的 唯一来源 并且宣称 像康有为和梁启超 这样的革新派人士 和知识精英阶层的成员 是通过广泛阅读 广学会出版物 才获得其思想理念的 甚至他们说 中华民国的建立 也是广学会倡导的结果 那么中国方面 对这样的看法 是持不同意见的 梁启超和很多 现在中国的领袖人物 都否认了 西方传教士们的 这种说法 那么如果仔细回顾 维新运动的历史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李提摩泰林乐芝 和广学会的其他成员 的确提出了不少建议 但是其中的某些建议 也会被认为是过于武断 而没有被 维新派人士所采纳 维新派人士之间 对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态度 是各有不同的 我们应该指出的是 康尔维 梁启超和谭思同 这三位主要人物之间的差别 或许更多是 由于个人心理上 而不是社会 或者是政治上 是个性和经验上的不同 而不是相议的政治 或者是经济态度 毕竟他们都是 世身文人出身 有着大致相似的背景 康尔维呢 他接受的是旧式文人教育 他既精通古典文献 也能掌握非正统的资料 并且有能力 利用这些资料 来支撑他在意识形态 政治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诠释 那么和中世纪的 欧洲教士一样 在传统的中国 无论是在政府 还是在地方的绅士之间 有综合能力和援博知识的人 总是会被认为 是理想的领导人物 而受到尊重 中央政府建立官学 来施加他的精神指导 而这种教育 体现在科举制度中 他称为选拔地方官员的凭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中央政府所定立的 僵化的科举制度 和社会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 也就日益明显 当这种教育传统 受到西方的军事 经济和意识形态的 强势力量的挤压 产生危机的时候 形势就变得更为严峻 那么结果呢 他是双重的 首先是现存的政府体制 不能任用 有实用价值材质的人 第二方面呢 革新者也无法适应 旧式的官僚体制 那么康有为 他接受过 无懈可击的正统教育 然而他也是一位 对于新时代的变化 感觉非常敏锐 并且深信新的问题 需要用新的解决办法的 革新者 这或许呢 就是他长达25年里 屡次参加科举考试 都为极地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些考试 甚至没有能够提出 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问题 康有为的改革生涯 是起源于 著名的公车上书 1888年9月 康有为在会社失败之后 企图上书皇帝 但是没有成功 他的大胆的举动 就招致了众人 非常严厉的 充满敌意的批评 在北京的广东人 甚至要把他驱逐出京城 这个双重挫折呢 就让我们联想到 洪秀全 在1836年的不幸经历 那么和洪秀全一样 康有为就不得不在其他领域 为他的精神寻求出路 那么从宗教视野 理解世界 这是对他所受挫折的慰藉 1898年政变之后 康有为在香港的逗留期间 曾经接受了中国邮报的采访 当时他就说 转向改革维新 主要归功于 李廷摩泰和林乐芝 这两位传教士著作的影响 这一点呢 在康有为的自传里 也进一步得到证实 他在自传里就提到1879年 他在香港得到了几本 西方的书籍 1882年到1883年间 他又在上海 购买了大量的西文图书 根据梁启超说 这些书籍大部分 是宗教或者是科技方面 看为很有可能 在漫长的考场生涯里 开始熟悉传教士 在考场所分发的出版物 由此可见 在广学会成立之前 传教士们的宗教宣传小册子 已经对正在崛起的 对现实感到不满的 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产生了影响 那么类似的情况呢 也可以在谭子彤的经历里看到 在屡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中 谭子彤可能也阅读了 传教士们分发的宣传品 尽管谭子彤在与他的朋友 日常的交谈中 透露出强烈的排外的态度 但是吸血逐渐成为他的一个热烈争论的话题 也是非常明显 谭子彤呢 比较喜欢阅读非正统的中国的哲学著作 他在莫子富有宗教精神的不爱学说里 找到了非常特殊的背景 1884年中华战争期间 谭子彤就撰写了一篇 论述自强的文章 名字叫做智严 他在这篇文章里认为 西洋各国的政教制度 都是源自于中国的默许 193年 在又一次应试落地之后 谭子彤从北京返回了湖北 途中呢 遇见了牧师富兰亚 并且得到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出版的书籍和广学会的出版物 1894年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所蒙受的耻辱 就让谭子彤 他对于基督教的态度 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1895年夏天 梁启超首次与谭子彤 在北京相见的时候 梁启超就发现 谭子彤过于沉迷于西学 那么相比之下 传教士对梁启超的影响 似乎相当的间接 梁启超接受的是 全面的传统的经典训练 四五岁的时候 他的祖父就开始教导 他学习词书和诗经 六岁的时候呢 他的父亲就给他 讲授武经和中国历史 1884年 12岁的梁启超 就成功地印好了秀才 1887年 他进入到广州学海棠 那么学海棠 是著名的学者 梁王总督阮元创建 目的是在于传授汉学 是包括对经典的考证 语言学 和历史学的研究 1889年 梁启超17岁的时候 参加广东乡试 并且以优异的成绩中举 当时的主考官 爱奇才 将自己的堂妹 取配给他 那么梁启超 他最心于他的成就 按照他自己的话说 在这个时候呢 他根本不知道 天底间 除了中国的传统学问之外 还有任何其他的学问 然而梁启超在1890年 会是失败 在返乡 途经上海的时候 他购买了 《迎环制略》 这是1840年 所编转的一本 《世界地理大纲》 梁启超呢 在他的自传里就说 他看到上海江南制造局 翻译的西书 感觉到十分的欣喜 当时无力购买 但他并没有提到任何一本 传教室的出版物 这说明他早期生涯 在某种程度上 并没有受到 西方传教室的影响 不过1890年8月 梁启超在广州 第一次见到抗尾 梁启超对这次会面的 回忆是非常深刻 而且这次会面呢 给予了梁启超 巨大的冲击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下一集 给予了梁启超